大家好, 歡迎收看Thai Land Walker 今天要走的就是水門街 百度南的Pentium Fashion Mall 看看有Event 舉行 很久沒見過這麼大型的Event 有人拖行李箱, 不止兩個 沿途還見到很多人拖行李箱 還說不是泰文的 留意左邊的甜品店是新開的 然後右邊 這個時候, 芒果當做 有芒果糯米飯 榴槤當做也有榴槤賣 沿途很多食物 好像這一袋, 買了一些炸魚 加上這些醬汁 炸魚飯 但更加喜歡的就是這些雞 雞腳趾, 雞翼, 雞腿 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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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雞 都可以賣 還要新鮮滾熱辣 我沒有這些煙 真是新鮮滾熱辣 真棒 沿路也有很多本地人干固 沒辦法 因為木馬也要繼續轉圈 現在曼谷大多數的地方 都叫回復正常 所以大家都會出來買東西吃東西 在這裡 剛才看到不少西方遊客 當然, 泰國遊客也有 嘩, 很大一輪 有多大一輪呢 比對是我的手 嘩, 真是很大一輪 會不會近死的 沿路呢, 你看看 還有一間新開的 After You 以前這個位置好像是麥當勞 現在就變了 After You 是否很久沒來過 很想念這裡呢 還有這些熟食蕩 這些熟食蕩 其實以前見慣見熟的 一段日子 沒有再擺攤的時候 不知道走到哪裏 現在開始 又給大家擺攤 他們又回來了 今集主要是講這個 Pentium Fashion Mall 除了看裡面 還看看外面 因為適防有這些 所有的美食展 我當然要拍一下 讓大家看看吧 知道大家很久沒來過 看了一檔吃了都好 真的很多遊客乾固 不是開玩笑的 連綿不絕的小販 所賣的食物 其實有些是重複的 舉例是芒果糯米飯 記憶之中 起碼有三檔是賣芒果糯米飯 沒辦法 這陣子流行 在這些位置 大家也可以坐在這裡慢慢吃 左手邊 這間的糕點店 在市場中都有 現在在Pentium Fashion Mall 也有一間 這條片拍攝的時候 正正是星期六 星期六人流較旺 有遊客也有本地人 所以大家都扶老葵優 出來購物 嘩嘩嘩 前面這檔炭燒 已經真厲害了 不是燒豬肉那麼簡單 你看看 這樣夾著來燒 多種不同的食物 燒雞翼 我喜歡吃 它還要這樣燒 你看看 是炭燒的 現場聞到都香噴噴 如果不是我趕著拍攝 又要騰上騰下 我真的會坐在這裡 買一條 然後慢慢吃 想起都覺得好吃 然後還有這些米線 泰國人很興奮在街上吃 一邊吃菜一邊吃米線 混合醬汁 相當滋滋味 實在很久沒見過Pentium Fashion Mall 外面有這樣的情況 我上次來這裡的時候 好像是來買東西 都見不到外面有這些小販 很記得就是大概前年 拍TVB節目李環好媽媽的時候 就在這個位置拍過所謂的都笨塑 都笨塑就是一個的櫃 將一些的麵 一些的食物 水 放進去 有需要的人就來拿 不經不覺 都已經是兩年前的事 只要講到後面這些小販 美食 都很久很久沒見過他們出現 可能有 但我不知道 但是見現在除了本地人之外 也有些遊客陸 還有一些外國人口面在這裡光顧 即是說情況都算是好轉回來 這條Tai Land Walk的模式 跟以往的有少少不同 為什麼這樣說呢 以往就是一縮落 一邊走一邊講 第一 這個地方超大 即是不能夠這樣 即是逐層走逐層講 否則的話 講到斷氣 還有哪裏有這麼多話 第二 有些店舖就不可以拍的 因為有些款 就可能類似別人其他款 又或者是獨家設計 所以就不給拍 所以這樣的環境 我只能夠剪輯地去拍 剪輯地拍 主要就讓大家感受 現場氣氛 現場你看到 都很多人 當中值得留意 除了本地人 也都有遊客 有西方人士 也都有很多 類似馬來西亞 印尼 甚至乎菲律賓 還有一些印度的朋友 有不少拖了行李箱 就是入貨的 不要誤會 我經常買名牌 其實都不是 我根本都會在商場買東西 有時四樓也有些男裝 當然我不會買一單或半單 但一件兩件價錢都不貴 我都會買一些衣服 尤其是內衣方面 有些離奇很古怪的底褲 我買來做什麼 我買來拍攝 難道是自己穿嗎 四樓這裏真的很多男裝 有時逛逛逛逛逛逛 不小心又不見感一些錢 這些衣服 有些都適合我的 雖然未必會經常穿 但總會有機會穿 好像這一檔 都有些卡通動漫衣 這些就適合我 以前都經常來光顧這個店鋪 但現在年紀大了少少 就沒什麼買 再買回去都未必會穿 剛才說的 有些內衣服就是這些 是啊 夠不夠都會買來拍 又不是買來穿 這些穿給誰看 這個部分店鋪的衣服 都是相當有特色的 最重要價錢便宜 難怪有很多不是泰國人的朋友 即是外地遊客 都會走來這裏批發 買回去他們的地方買 海賊王 不知道為什麼 在泰國很受歡迎 經常有他們的衣服買 是不是那個License 容易拿一些呢 接著 哇 蝙蝠俠 Batman Batman 很棒 還有其他 Gundam Star Wars DC Baffle 都有 雖然蝙蝠俠 已經下了畫 但250匹一件 當然是買 沒有理由 搞搞震 沒有幫襯 震輕一下 這裏的經濟也好 天蝠俠 下路威 250匹 嗯 嗯 這些螢光色的T恤 N年前 我都很喜歡 但又是那個 去穿 年紀少少大 已經不敢穿了 有時看到這些短褲 很想買 但很可惜 我對腳右 穿短褲 相當難看 所以就算吧 整個Pentium Fashion Mall 以女裝居多 男裝 主要在這一層之上 偶有佳穿 有時有些衣服 的確是值得買的 若然要買些肥大的衣服 這裏都有 以前NBK商場樓上有一間 但那裏現在沒有了 反過來 這裏有很多肥大的衣服 除了T恤 還有襯衫 瘦仔衣服 襯衫西裝 都有 其實有些西裝 也有朋友 但很可惜 沒有一個尺寸 當它再瘦一點便可以買 這些Polo T恤 顏色鮮艷 七彩繽紛 還有200匹一件 抵著 還有還有 還有一些燈台衣服 看到裡面的西裝 直接是燈台用的 還有一些衣服 再上一層 就不是賣衣服 那麼簡單 是買一些飾物 頭飾 頸鏈 帽子 錶 各樣都有 口罩 面具 都有 對 面具都有 有 樓上這一部分 就賣兒童時裝 還有一些珠義繩 一年前的 衝浪泰國 都是商場拍過一集 是全集 從地下走到上來 拍了一天 就辛苦到死 拍了十幾二十間店舖 也都一年前 曾經買了兩個頭 什麼頭呢 我話說 有些天褲合面具 不想就這樣放在這裡 就想找這個頭套著它 結果 就在這裡 買了兩個 無特兒公仔 但我說 我不要那個新 就是我的頭 但都是這樣的價錢 買了兩個頭 回去 用來擺面具 是不是很瘋 就說就到 就是這間 那時候 就是這裡買了兩個頭 哈哈 但那時候 跟現在的模特兒不同 現在如果要買 就整個要買回去 不然只買頭 放回去自己 把頭放回去 把頭放回去 再把頭放回去 這一層還有其他 衣服以外的產品發售 事實上這個場 都挺受香港朋友歡迎的 疫情之前 不要說拍攝 我久不久來買東西 都遇到香港朋友 跟我打招呼 有些人還問我 去哪裡吃東西好 我說 簡簡單單這裡吃飯 吃飽繼續走 不要到處找 浪費時間吃東西 隨便吃完 繼續買 這一區 都有不少 這一類型的 批發市場 的商場 但是 裡面 就沒有這裡那麼光猛 那麼大 還有貨品種類 也都沒有那麼多 沒有那麼齊全 價錢 會不會比這裡便宜 就不夠膽說 但起碼這裡 有Food Court 對了 安徹說過有Food Court Food Court 依然健在 以往都好受中港台 馬來西亞 新加坡遊客歡迎 若然硬要問這個場 有沒有重災區的話 六樓Food Court 另一邊 就可以說重災區 你看到後面 這些店舖 都整理了 而每一層 基本上店舖 很多都健在 當然有些可能關了 但也有些新的進駐 但六樓Food Court 這一邊 你看看 真是兇 但願遲些 遊客回來 那些店舖 又可以開關 好未完 又見到一些 遊客拖結買東西 看得兩看 為何胡三 不見你介紹女裝 我不會介紹 大哥 我不會說 譬如這些 夠為有趣的 泰式服裝 我就拍一下介紹一下 否則其他那些 你隨便說 淘寶也有 或者 香港也有 十元三兜 這樣就沒意思 對吧 我以為很棒 驚世大發炎 誰知原來 香港也有 這樣就被大家拆台 所以 不懂得說 最好就不要說 或者說其他 例如這一層 都有不少女裝 但我都不能夠逐間去介紹 因為我真的不懂 不知道這些女裝有何特色 而且最慘 就是不知道香港有沒有 分分鐘香港有 更便宜 這樣就浪費氣 正如每一集的 Tine & Walk 都是給大家看看 這裡的氣氛 讓大家勾起一些回憶 以及最重要 讓大家知道 現在的近況是怎樣 可以說 這個Pantium Fashion Mall 都還健在 一切都如常 當然 有部分店鋪可能收拾了 但大多數都還在 那就要等了 等什麼 等你回來 等你回來光顧 Pantium Fashion Mall 我正在等你